今年第四季要干嘛呢? 这回来看阿强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瓦伦,欢迎龙哥 美美你好,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现在的资金会往第四季 以及明年的趋势做布局 今天车用电子非常的亮眼 究竟接下来要如何来观察呢? 是,我们这边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其实先前我们跟大家聊到过 资金会去追逐明年还能大幅度成长的产业 那其实车用电子就是其中一环 那你可以看到从上一半到今天 其实车用电子的表现非常亮眼 上一半先涨二极体 包括3675的德韦 还有248页小帽 这边表现都是非常强势 那今天最火爆的族群 就是所谓的车用电池 对,我们可以看到四季二页美其马 今天也是攻上一个涨停板 而且美其马是有怎样 突破区间反压 是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那这种通常都是第二段涨势 所以大家不妨用量缩震荡 拉回没有破地的时候 来进场做个布局 龙哥我记得你早盘的时候 早上9点的时候 就是我在TG提醒大家 就是车用电子 我们在这个跳滚群组的盘前 都有跟大家做个叮咛 我们会叮咛大家说 今天盘上哪些族群的最有机会 所以想知道这些盘前提醒的话 请一定要加入这种个跳滚群组 不管你是喜欢做当窗的也好 喜欢做波段的也好 一定要密切锁定 那除了这个美其马之外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今天康普也是攻上了一个掌听板位置 除了这个康普美其马聚合 今天也是攻上掌听板 所以这电池三雄 今天是吸手攻上掌听板 那接下来这个电池股的后续 中文认为 然后紧盯着林德时代的一个后续 那林德时代 只要它没有一个反转 只要它没有一个破线 没有一个跌破支撑的话 其实电池股 它股价会越电越高 哇 水涨船高耶 这种预计说这林德时代 这个市值会去追赶这个TESLA 因为我们都知道 电池是电动车的形状 所以这林德时代股价 频频创高之下 这些相关个股就可以多加留意 那接着我们要帮大家追踪一下 新台币的汇率走势 那我们再跟大家提醒 只要新台币没有扁破二八的话 这边资金行情有望持续 那可以看到 今天的新台币仍然是呈现升值了 所以资金有持续流入的情况之下 那就请各位投票 不用去预设认额离场 即便说连准会这边要开始缩表 但是它也只是把水龙头的水关小一点 关小一点 资金还是非常非常不烂 对 没错 虽然这边不用预设立场 我们要照了形态来打单就可以 那目前形态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区间震荡 一个月线到基线这边来回做整理 那在上礼拜的时候 我们要跟大家叮咛 红色这条线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条线大概是10月8号高点的位置所在 那原本10月8号这高点位置是一个区间板压 那过了区间板压三天没有跌破 形成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撑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跟上礼拜五 是打到这个位置就做了一个收缴 所以连两天收缴 那这个支撑是越测越强势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听见的是 只要这边没有跌破的话 大家都可以尽管的偏多操作 那如果有跌破的话代表什么 月线也开始跌破 这边我们叫40%缩小部位 虽然在这个区间来回震荡的过程中 你大概先把指数放在一边 然后把握积极换股的一个机会 这边就是看个别股表现 原来是看个股表现 那你选错的话那很有可能会怎样子 很有可能会假如gain 就是像这个面板或是像行业 行业虽然说今天有反弹 但是我们先暂时视为一个跌升反弹 如果你去超出这种股票的话 那有可能是这样 这边越弹越低越弹越低 倒不如什么把握机会选择 明年还能大幅度成长产业 这成用电子就是其中一环 那成用电子还有哪些可以做布局的呢 请大家一定密切留意这种各条件群组 以上谢谢 好的谢谢龙哥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龙哥的群组哦 财经及时通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